人类祖先留下的许多神话当中 都保存了对远古时代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记忆 虽然各个不同的文化对这个灾难的记忆有所不同 但是这些记忆都引起了全人类的共鸣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岚 我是清风 大洪水神话是世界各地多个民族的共同传说 虽然这些神话在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 但是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对生命的循环和毁灭的认知 以及对道德行为的思考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全世界关于上古大洪水的故事 到底有多少个呢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还能有具体数啊 其实还真有统计 一共有270多个 不过这个数字说心里话 我也不觉得惊奇 因为从东方到西方 从南美到北美 从欧洲到澳大利亚 有很多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那大洪水呢 一向是被视为无法抗拒的力量 令人类感到渺小和无助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技 在洪水面前也只能是束手无措 因为大洪水的规模和威力 几乎能够让所有的生命消失 19世纪中叶在尼尼威大图书馆的废墟当中 人们发现了吉尔加美什史诗 其中就有一段描述的就是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洪水 古代中东地区的苏美尔国 有一位君王 他叫吉尔加美什 他一生之旅追求永生 人们从发现的泥板上 就找到了用歇形文字记载的 美索布达尼亚神话和传说 知道了这位国王的生平事迹 这些泥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在现在的伊拉克的沙漠地区大量的出土 总共发现了几千块 在那么遥远的古代 人类就能设法保存更古老的记忆 说明我们对古人的认知要改变一下了 不是说当今的人要比古人有智慧 是 在当时人类的记忆当中 远古时代的地球就曾经发生过一场 惊天洞地的大洪水 史诗中提到的吉尔加美什 是古代梅索布达米亚神话中的英雄 他拥有超人的力量 他也是个国王 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 他把知道的故事记录在了泥板上 并且保存了洪水前的信息 吉尔加美什史诗中提到 有一个叫乌纳皮士蒂姆的君王 数千年前统治过一个国家 后来经历了一场大洪水 洪水过后上仓赐他永生 因为他保存了人类和地球上很多生物的种子 根据乌纳皮士蒂姆的说法 很久很久以前 四位神奇统治着地球 后来由于人类的喧闹 吵的众神无法安睡 于是就决定用洪水来炒制人类 但是乌纳皮士蒂姆他受到了一位神秘神灵的指导 告诉他人类即将发生一场大灾难 所以你要拆屋造船 舍弃财物 求生 藐视世俗 拯救灵魂 然后把一切活物的种子都装到船上 连造船的尺寸都告诉他了 这个人物听起来跟圣经中提到的诺雅非常像 是有点像 当乌纳皮士蒂姆一家人上了船以后 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一朵乌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风暴之神出现了 所到之处是雷霆轰鸣 它将白昼变成了黑夜 摧毁了大地就如同敲碎了一个杯子 风暴席卷大地 四处引发洪水 天地间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就这样 一连六天六夜风暴不断 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 想想都不寒而栗啊 对 第七天黎明 风暴平息了 海面逐渐恢复了平静 洪水开始消退了 放眼望去 只见大体一片死寂 地球上的生灵全都是葬身水中 这时乌纳皮士蒂姆的船 滑向水中助力的一座高山 最后就搁浅在山腰上 它打开了鸟笼 放出了一只鸽子 鸽子在水面上盘旋了一会儿 找不到可以牺牲的地方 于是又飞了回来 它又放了一只燕子 燕子也很快地飞了回来 然后它又放了一只乌鸦 这时乌鸦看到洪水已经消退 高兴地提叫起来 四处觅食去了 再也没有回来 说明他们可以回到陆地去了 水下去了 这场大洪水连众神看到以后也被吓到了 天上和地狱的大神们都捂着嘴在哭泣 这也说明神其实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这段描述真的跟圣经中对大洪水的描述很相似 比如神的审判降临到了人类 一个人被选中建造一艘大船 船是按照一定的尺寸建造的 各种动物都被带到船上 放飞鸟类来检查洪水是否已经退去 方舟停在山上 只不过在创世纪中 对洪水从发生到结束的这个时间记录 是非常的具体的 太仔细了 所以这么详尽的时间记录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 唯独一个时间没有记录下来 那就是诺亚进方舟的日子 创世纪为什么没有解释 为什么神不事先通知诺亚呢 据说这是神留下的伏笔 也是圣经洪水记录的目的 当耶稣的门徒问到世界末日会在哪一天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地球要毁灭的这一天呢 会是突然到来的 没有人会知道跟大洪水来临一样 大洪水就是浅彻之间 是啊 贡宫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 在上古神话中 贡宫路处不舟山导致天塌地陷 大地上洪水肆虐 这也是大宇治水的由来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中 其中之一是青海省的一个考古遗址 考古学家在这个地方挖掘出非自然性死亡的人体遗骸 后来专家推断这是公元前1920年史前巨大洪水存在的证据 也说明大雨治水很有可能就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以前介绍过亚特兰蒂斯 他曾经是史前大陆 有着无数神秘的传说 我们最早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听到的这个名字 柏拉图在他的提马乌斯的对话录中就提到 海神波赛东创造了亚特兰蒂斯 而且把这个亡国发展的非常的发达和富有 在当时可以是称得上是万圣治国 堪称史前超级军事大国 可是谁也想不到 这么发达的一个文明国度竟然会在一夜之间 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和洪水毁灭了 而毁灭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自然灾害吗 柏拉图就说了 当人们的道德沦丧以后 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天神 众神之王宙斯就用地震和洪水降临到亚特兰蒂斯 终结了一切 那关于大洪水的记录 柏拉图还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现在这些文明都是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周期性的洪水毁灭了一个又一个文明 只留下一些不识字和不懂文化的人 那么新的文明就只能在无知中开始 你们就像小孩一样 不知道久远以前发生了什么 只记得一次洪水 然而大洪水却不止一次 还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那个俄罗斯的火星男孩吗 他从小就告诉家人 自己是从火星来到地球的 他曾经生活在利莫里亚大陆 亲身经历了一场大洪水 看到了那个文明被洪水毁灭了 要知道利莫里亚文明 距今它已经有80万年的历史 80万年的历史了 刚才我们有提到270多次大洪水 看来还不止这个数字了 那您看不管有多么久远的文明 都有关于这个大洪水的记忆 说明这个大洪水是毁灭人类的一种手段 佛教中也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 那为什么现在却是这番模样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 阿南就向佛陀请教了三次 佛陀才开口对他说 等到我涅槃很多年以后 法将要消灭 也就是法灭的时候 五行逆转的人世间 混沌不堪 魔鬼的道理在全世界盛行 魔鬼化作和尚尼姑的形象 大肆破坏佛法 人们没有了怜悯慈悲的心 妒忌憎恨泛滥成灾 佛法和普世价值 在人世间渐渐的消失殆尽 那这个时候 苍天在哭泣 水灾汗灾泛滥 五谷难收 瘟疫大流行 死者无计其数 整个世间的时间都在加快 人的寿命也会变短了 坏人多得像大海中的沙子一样 大水突然从天而降 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下来 而人们不去反思 这一切灾祸的原因 反而觉得都是自然现象 无论贫富贵贱 蝼蚁人类都淹没在大水之中 成了鱼鳖的口中之物 你看看现在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这个漠视到来的感觉 您看现在世界各地 到处是灾难重重 瘟疫横行 价值观也扭曲了 而且战争也不断 以前也有这个灾难发生 但是总感觉 它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现在你就感觉 这个全球范围内 哪都不消停 是啊 现在想想大洪水的神话 其实也是要让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一是人不可能战胜自然 自然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它的威力也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就需要我们人 怎么样去敬畏自然了 对啊 那第二呢 为什么每一查文明 都会发生毁灭性的大洪水呢 有人说洪水象征着一种惩罚 如果人类没有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规范 那就会有来自神的惩罚 会有这么一回事 对啊 我就在想啊 如果史前文明真的存在 那神话中的记载很可能就是历史的记载 你看每次大洪水发生的时候 能存活下来的人都是生活在高山地带的人 可能就是他们把曾经的文明 用神话的方式给记住下来了 喜马拉雅山最高啊 真是有这个可能啊 为什么说世界各地许多神话的传说当中 都有关于这个史前文明和大洪水的记忆呢 而且这个神话中那些动人的故事 会不会是神的一种巧妙的安排呢 就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来记录远古时代发生的 大事儿 这样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作为参考 那观众朋友 您觉得大洪水是冲着什么来的呢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 玄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